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又來收聽我們的《自然療法於你》 今集也有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我是Ania 還有我們的嘉賓 袁醫生在這裡 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上星期五原來發生了一件令人很傷心和擔憂的事情 其實就是日本那裡 有一個地震 沒錯 引致一個很巨大的海嘯 亦都是引致核能的危機 其實現在都還未解決到 其實當然希望當局或日本的災民都盡快可以重新振作 或者盡快解決到問題 希望大家明天會更好 在這裡祝福大家 另外其實袁醫生 我們今天的頭條 星期五 大家都會看到 很多香港或內地市民都紛紛去搶鹽 搶食鹽 說可以幫助抗輻射 是否真的呢 袁醫生 這裡可否幫我們講解一下 我剛剛去到桂林、楊索 昨天才回來 立刻在報紙上看到這件事 也看到香港官方的回應 也很強調 那些人不要亂相信謠言 食鹽是沒有幫助的 其實你在表面聽起來 其實所說的事似乎是對的 但亦都沒有說出真相給人聽 最後我了解 其實香港人搶鹽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將來海水污染 大家都有這個常識 那些鹽是由海水來的 既然海嘯和發生的輻射地帶 正在沿海 在東岸日本的東岸沿海 他們想到 那些輻射的物質跌到水裡 將來海水未有輻射的物質 可能將來食鹽都不能入口 所以就想到 趕快買多點買定 但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這個基本常識 有些時候是預防或者處理 排劑那些所謂的 腹射 體內的腹射 有時候用Io彈的 用瘋子 所以當有些人 遇到這些環境 腹射很污染的環境 他都企圖吃點瘋片 希望身體能夠把這些 輻射性的Io彈 那些輻射的物質 可以早點排除 就是selectively 身體會這樣排除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那些人食鹽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擔心著 將來的鹽污染了 官方也解釋 海水是這麼狂大的體積 就算有污染也好 就算是核子蛋在海洋爆也好 將來的海水 其實都經過不斷稀釋 有輻射的物質都會揮發 所以這也是正確的答案 但另一個原因 就是為什麼人們會搶鹽 就是因為在外國 很多地方的鹽 特意加一些瘋子 所以你也看到 話到明叫Iodized salt 即是你附加了瘋子 為什麼有這種鹽出現呢 其實在地球上 有些地方的人 譬如是住在內陸的人 他們因為很少機會吃到海產的 魚類或者海產的食物 變成食物裡面 往往是缺乏癲質 出現一種叫endemic goiter 即是一種大頸泡 跟我們食物裡面 缺乏癲質有關 所以政府想想 最簡單的方法 來預防這些病 與其吃海鮮 吃魚 吃海帶 這些食物 有時候在內陸可能會很貴 不如在鹽裡面 就索性加一些癲 然後加一些癲 也有人批評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 某程度上 就是強行叫人服藥 政府沒有權利 強行叫人服藥 就像打針一樣 很多人質疑打針這個步驟 因為你不能強迫市民 去進行一種治療方法 如果市民沒有走損失權 雖然是這樣 但阿爾大梳在外國 是很普遍的 因為香港 住在海旁 香港是吃海鮮 差不多每天 每個星期 一定有機會吃魚 所以鹽裡面 也沒有強調 會加一些阿爾大梳 聽過官方的說法 香港70-80%的鹽 是沒有阿爾大梳加進去的 變成如果你企圖吃鹽 用這種足夠的阿爾大梳 基本上 是做不到這個預防輻射的效果 也知道 輻射方面 需要阿爾大梳是比較多的 也有人做了一個比例 如果要吃足夠的阿爾大梳 在鹽裡面 要淡淡地吃 那已經有人出問題了 有些人已經吃鹽 聽聞內陸 有些人已經出事了 有些人已經吃鹽過量 原來死亡也有 可以這樣說 喝水過量也會死 在海上飄流的時候 都要儘量避免喝海水 因為海水大量會令身體出現 游離機的變化 導致死亡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 官方所說的話 其實大家有大家那套真理在背後 但是最有趣的時候 我真的要想一下 為什麼呢 往往我們出現一些健康上 衛生上 或者疾病的爆發 很多人就會瘋狂去做一些事情 我認為是不理性 或者是不合理 不合理 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們也要想一下 這些基本的健康上飾 為什麼一般人這麼缺乏呢 我覺得很明顯 與現時的教育很大關係 沒錯 我們過去的 整個我們現代的文化 都是把我們的知識 那方面 是很 我叫做 Fragmented 是歸納了 有些專業的知識 就成為專家才應該認識 很多時候 一般人在通識教育裡面 是完全學不到 這些基本的衛生常識 個人保健 完全沒有這個資訊 所以發現很多時候 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些人就很不理性 做很多跟健康方面的 我認為是很不合理 很不理性的事情 我覺得最終要追究 是我們一般人的 醫學常識相當上很差 最終要追究 就是因為我們根本 整個教育制度 是完全不想 那些人得到 這方面的正確的資訊 那你會這樣說 沒有理由 為什麼會這樣害我們呢 當然他們可能的背後 都只想著 這些是專業的知識 如果那些人半桶水 知道些不知道些 會很危險 那我就完全不是這樣想 因為知識會員 是無窮盡的 就算醫學常識也好 書本裡面的醫學書 裡面的書本 很多時候 五年之後 差不多有很高的成分 已經被證實是錯的 其實知識會員 是無窮盡 即是不能夠說 有半桶水危險 一點都不教人 就算真正的醫學常識 都是不斷地被證實錯的 那不是說代表醫生 不要繼續學習 醫生經常被鼓勵 要持續進修 原因就是 他們所學的東西 應該是越多越好的 即不用擔心到這件事 我前幾段時間 去衛生署參加了一個 簡介會 是 簡介會的目的是 講解最近有一個 附加在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那個新的附加 加了幾樣東西 譬如癌症方面的聲稱 是嚴禁的 還有一些 譬如減肥 總共有些新例 加進去 要在業界 再詳細解釋給業界知道 這個幾年前已經通過了 真正殺行 就大約年底 年中開始殺行 在這裏 我第一次開始聽到這個消息 原來 不良這個廣告條例 是1953年開始的 原來當時 成立這個條例的目的 是不希望 那些人是自己 依自己 如果你學到一些訊息 然後認為某些工具 某些產品是有效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可能 自己去處理自己的健康問題 從而 那些人不會去看醫生 或者先去處理自己的 原來整個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最終目的 是想不鼓勵那些人 自己治療自己 而鼓勵那些人 有什麼事去看醫生 這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那麼 當時我提出一個質疑 是不是 你能否證實 世界上 沒有什麼有效工具 可以處理到 你所禁止的 差不多百分之 書本 就是醫學書 所說的百分之九十的 健康問題 你都禁止 有聲稱任何工具 產品 方法 服務 可以處理得到 我認為這根本跟事實 是不相符的 因為世界上當然有很多有效方法 科學證實的有效方法 那為什麼你不考慮一下 一般人的知情權 是不是 這是一種基本常識 當時那些衛生署的人 說這個與我無關 我的責任就是執行這個法例 你要爭奪這個問題 你去到立法會 那你要想一下 為什麼香港立法會的人 會通過這麼愚蠢的條例 當然這個條例不是香港 全世界都在走 我經常和大家分享 其實世界上有一些勢力 是想企圖控制全球人類的健康問題 這個慢慢地 我會再和你們分享 過去我也有說 大家有機會上去看看 Codex Elementarius 在背後的大藥狀大財團 美其名就要 標準化健康 或者食物的水平 從而設立很多規限 其中一件事就是 Laboring Law 即是標籤法 標籤法 你不可以聲稱什麼 不可以聲稱什麼 其實 跟我們一般人的知情權 有很大的矛盾 我覺得法律應該說 任何東西是沒有經證實的 沒有任何科學 沒有醫學文獻 證實這件事 你不可以說假的 即是做一些假的 誤導人的 沒有根據的資料 這個我覺得 你用我的法例來制衡它 我覺得都無可厚非 雖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人的行為 大家欺騙的行為 是不可以用法律方法的 是應該用教育的方法的 你可以看到 即是我們經常遇到這些問題 發現很多人就瘋狂去做一些 他認為是沒有根據 其實不是100%沒有根據 只不過 那些人只是一指半解地去做 所以這個問題 希望那些人 不要只是經過這件事 很快就平息了 不要想想這些事 為何會不斷地重複 一次一次地出現 最終是我們整個 通識教育方面 出現很大的問題 我們基本人的基本常識 基本是完全不鼓勵人知 希望有什麼事 要依賴專家 這個世界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的時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錯誤 應該是一個古老的想法 應該每個人都有基本的醫療上色 這些情況就不會再出現 否則我覺得 你根本是重複不斷地出現 我們要與時並進 其實身為一個市民 應該希望盡量為自己增值 袁醫生 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同類療法 我們有沒有什麼工具 可以處理到有速複射這個情況 發生的呢 其實方法當然很多 一般人了解的就是瘋 例如我們綠床健康店 我們都有很多健康產品 好像都沒有了 是的 剛開始我在報紙看一看之後 我想一下 我們公司有些瘋質的物質 例如Atomadai 是Eggercasee 提供了很久 有機會大家認識Eggercasee 看看他的書 這個叫做Sleeping Prophet 就是他可以進入一個 meditation mode 在一個trans mode 他就可以代表很多醫療的方法 他經常提出一種叫做 Atomadai 是一種瘋 是一種瘋 其實很多人是甲上線低的 變成出現很多 這些身體的慢性病 所以在Eggercasee 幾十年前 都應該經常提出一種醫療方法 就是用瘋的 一般人怎麼知道瘋質夠不夠呢 他就是塗在手碗的內質 塗一些瘋水 在外面街邊都經常買到 以前我用瘋來做消毒藥水 但現在已經不流行 因為始終有毒性物質 可能將你的健康組織 破壞得更快 令你的服用更慢 但這些可以用測試 讓你塗一些瘋在手碗上 如果瘋的瘋顏色 消失得很快 即是你的身體缺乏瘋 被它吸光 是的 吸光得很快 如果你的身體足夠 它吸收得很慢 用這個簡單的方法 即是討論自己身體 是否足夠瘋質 當然另一個方法 就是用Basal Metabolic Temperature 即是量你的體溫 這種量法 不要用口腔 不要用肝門 因為萬一口腔有發現 肝門有嚴症 溫度會高 所以這種方法 是用格拉底量 如果格拉底量 1分鐘 不要15秒乘4 或者半分鐘乘2 因為我們所說的 溫度的差距很少 所以要量3分鐘 即是要10分鐘 10分鐘 時間要長一點 一般人量量3分鐘便算了 但格拉底量要量10分鐘 好 如果你發現你的體溫 是低於某個階段 你有很大機會 你的身體是缺乏癫質的 所以癫質 其實對我們的身痰代謝 是很重要的 對很多身體的健康問題 亦都很重要的 但我們這次遇到 是對預防的福射方面 所以這些人除了搶購癫質 我們公司在六雙健康店 大概一向有六七瓶 但一般人都不太適用 對不適用 我都很好奇 到底今次發生這件事 有沒有人懂得找這個癫水呢 果然我一問公司同時 昨天有一個人全部賣光 全部幫他賣光 所以很明顯 那些人都會了解到 那些人不是完全無知的 真正正的所要找 是用癫的東西 在我們的醫療工具裡 我都很常用一些食物性 叫做食物製品 有自然的荷帶 一般人可以在市面上看到 就是海帶的食物 任何用海帶的食物 任何用海帶有關的食物 因為跟任何海帶有關的食物 癫的份量一定很高 但是暫時來說 我覺得人們應該搶購 就應該搶購那些 因為癫不可能有預防 減低輻射方面的影響 癫其實是很多人都缺乏的 根據那本書 叫做Hypothyroidism 這本書 有一個作者 他是一位Chicago的PhD 他研究的是講 Phyroid Physiology 就是他研究過癫 癫和甲上線的問題 最後他成為一個西醫 這方面發現很多人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甲上線是不足的 所以 就算今次人們搶購那些 海帶、紫菜 來吃 其實可能很大機會 將其他病 以前不認識的慢性病 鼻皮膚乾、頭髮乾痕、肥胖 這些問題 體重成的水腫 這些問題 都可能同時解決了 所以如果人真的要用 其實應該是用這些食物方面 就是紫菜方面 海帶等方面 暫時說 表面上還沒有人去搶購 有啊 好像有紫菜 是嗎 其實這方面 就算你不是為這個 輻射的問題去用 是經常去用 其實對身體健康 是肯定很多礦物鹽 會有幫助的 好了 如果慢一下 我經常都很強調 我亦都很推揚和他們療法 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就算我們用很多傳統的醫療 包括中藥 也好 今次我去大陸 你也知道旅行團 當然帶你去那些藥藥廠 買很多那些 所謂中成藥 你看到價錢 真的不便宜 很多的成藥 用量差不多 差不多一千元一個月 我一直都說 如果我們整個十三億中國人 要依賴中藥也好 都是不足夠的 亦都會很貴 亦都不是很合乎經濟 在銅鑼療法就不同了 銅鑼療法所用的 是一個很稀釋的藥物 是 本來可能一個gram 可以稀釋到 一瓶可以稀釋到 一百萬瓶 所以你看到 可以說是用之不盡 銅鑼療法 也都一向有這些 處理這些輻射問題 有些是輻射傷 在我們的資料庫裏 我們差不多有二十多種療劑 可以處理 看視乎它的因素在哪裏 有些人輻射傷害皮膚 直接像原子彈那些 直接輻射皮膚潰爛 那我用什麼療劑 你猜猜不到 我用療劑由X-ray 做出來的 哦 X光片 X光X-ray 其實療劑可以用X-ray 做出來的 怎樣做呢 我想它做法很簡單 將一些水 用X-ray照射它之後 照射之後 就將它充能 不斷地稀釋充能 即是說 這種水吸收了X光的信息 成為一個療劑 OK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 又是太陽光Sol X-ray照射 這個療劑的名字 做法也很簡單 用一些水 用太陽曬 用太陽曬 或者用一些放大鏡 將焦點曬到水管 將這個水 用同療法的步驟 不斷地稀釋充能 將一個太陽能的信息 成為一個療劑 真的很有趣 還有一個療劑 叫Radium Bromide Radium 這裏是輻射的物質 Rodium Bromide 是一種有輻射成分的鹽 將它成為療劑 原來對這方面的 輻射方面的問題 也很有幫助 可以作治療 我相信也可以做預防 在我們的資料庫裏 我們稱為repertory 過去的經驗裏 亦有些叫Cadmine Cad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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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dine 跟療劑有關 Cadmine Iodatum 亦是一個很有效的工具 Cadmine South 亦是一個抗物炎 Bism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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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處理胃肺羊 Floric Acid Epicac 如果有些人 因為受輻射 是吐得很辛苦 吐到黃膽水出 但你看一條尼胎 視察的尼胎 尼胎很乾淨 很多小朋友 或是吃東西 吃少許就吐 吃少許就吐 或者咳咳咳咳咳咳 如果看尼胎是乾淨 我就會用Epicac 所以在我們的同類療法裏面 很多時候 我就會看症狀 就是異定 譬如 如果它有這樣的症型 我們會考慮用Epicac 如果有些人是吐 吐得很喜歡喝冰水 而冰水一入胃 一暖又吐 我們的療劑是淪 Frocerous這個療劑 很多時候是視乎 它的症型 還有一個是Strongtium Strongtium Carbonicum Strongtium 和Uranium Nitricum Uranium也是油 本身可以這樣說 有輻射性的物質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想到 以毒攻毒 是 以毒用油 Uranium Nitricum 這個物質去處理 這方面的症狀 也很像我用以毒攻毒的概念 如果萬一 就是萬一 日本輻射的問題 繼續蔓延 或者正如我日本手上都開始 我都可能要心理準備 日本東岸可能要全部毀滅了 這個問題會影響很大 到時如果真的連海帶也搶光 Iran也沒有了 還有一個工具就是 同類療劑 同類療劑 肯定是足夠全球人用的 可以說是用之不盡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亦不需要驚慌 亦不需要驚慌 太過驚慌 工具很多 當然這件事故 令我們重新檢討 即是我們能源的問題 我們一直都是想著 我們能源不足 但很多時候都會考慮 用那個黑林 但我們都希望 大家在這個節目 會有機會再聽回 這方面的訊息 其實我們根本是有很多免費能源的 我已經有很多人 已經發明了一些工具 可以製造 輸出的能量比輸入更多 可以簡單來說 是一種免費能源 其實地球有很多資源的問題 其實可以有答案 只不過我們持久離落 因為經濟因素 很多人都沒有機會得到 這個正確的訊息 我覺得這件事 是反映很多方面的問題 沒錯 好了 我們稍後回來 和醫生再分享多些醫學常識 我們稍後見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歡迎大家回來自然療法與你的第二節 那醫生呢 我們今天這一節 會有一個人物照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了 我們過去也介紹過幾位同類療法的人物 大家也要了解 為何會講人物呢 醫病 這些都要講人物 主要原因是 在我們醫治的過程 我們很多時候 不是這個表證 不是這個症狀 所以叫做自必不自本 本是什麼 本是人 人除了身體上有症狀 也有情緒 身體的體質 性格 在我們同類療法 我們都很考究這件事 因為這才代表人 如果人身體出現症狀 所謂症狀 就是身體的平衡力 失了 身體企圖 平衡自己 在過程中出現很多症狀 很多病症 所以病症是身體企圖 調理自己的現象 病症不是要對付目的 所以很多時候醫病 都很考究 那裡是什麼人 哪一類型的人 整個能量 所謂的vibrational pattern 是怎樣的 醫療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時候 你都看到 某個療劑 是一個同樣類型的人 不同的病症 病狀 所謂叫做二病同治 這個概念 我今天介紹這個療劑 英文名字 叫Ignatia Ignatia 是一種果實 是叫鋁信果實 Ignatia 是一種鋁信果 是一種鋁信果 因為裡面的 一種物質叫 馬前子 即strychnine 是很高的 所以也有一種別名 叫做羊馬前子 當然馬前子是一種毒的物質 有毒性的 草藥 但當然 大家要認識 和療劑 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療劑 是稀釋到 過億億億萬元 你真的發現 是完全發現不到 任何物質的成分 好了 Ignatia 可以這麼說 這種鋁信果實 是在菲律賓那大 出現的 當時 他以前 在西班牙的 Jesuit 那些修士 去菲律賓那些島 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樹 開了一些白花 他就明明 他就是聖Ignatia 聖Ignatia 原來 Jesuit 修士的修士 是Ignatia 是創立的 Ignatia 他本身是一個很idealistic 是 一個很完美的主義 以及一個修士 當時他出現 在羅馬的教廷 天主教教廷 是很混亂的 也可以這麼說 當時那個教宗 有自己的軍隊 有自己的軍隊 可以說是相當腐敗的 這位年輕的修士 就看到這個現象 是很不開心的 而當時 也都是在北非裏面 那些 和摩族的人 是不斷在攻陷 當時的天主教地域 西班牙 於是他就從軍了 在戰場上 他就受了炮彈 打傷了他 打毀了他 所以他當時是為了 保衛天主教的教廷 而進入這個戰場 結果他就創立了 Jesuit missionary 華人的神父是Jesuit 他們這班人 是比較 很idealistic 很完美主義 以及很discipline 他們的生活 很苦修痕 所以這類療劑的人 很多時候就是這類人 就是很完美主義者 很完美主義的人 通常女性比較多 這些人 通常是很盧曼替黑 很sendimental 很多情 以及很敏感 很sensitive 他對自己 對人 對這個世界 都是要求很高的 尤其是在人際關係 和自己的事業方面 或者政治方面 都是一個很崇高的要求 很高的水準 所以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通常你會察覺到這些人 譬如那些舞蹈家 或者音樂 譚琴 或者那些劍美體操 你會找到這些人 很有藝術細胞 很辛苦 不斷苦練 尋求一個最高的境界 很多時候 你會找到這類人 從事這類活動的人 是比較上是比較高的 當然 這些人 他對其他人 對自己 對這個世界 有他的要求 有他的幻想 很多時候 他會幻想 一個人應該怎樣 這個世界應該怎樣 這個學校應該怎樣 這個團隊應該怎樣 很多時候 他會幻想 生活在這種幻想 的崇高的理念 的幻想之下 當然 這些人很多時候 會失望 是的 想得這麼好 遇到那個事 跟他想像中 下 達不到他的要求 所以很多時候 這種 Ignatia的人 很多時候 就會覺得傷害 因為他也很敏感 他參與任何的團體 他去到知道 他都會要求什麼 要求什麼 知道很多人的事情 很多 一般人 平一般人 有很多瑕疵 他會覺得 不行 那些人 譬如你約他 去出街 他還未見你之前 他家裡已經在想 他將會怎樣 那男生會怎樣 會帶花來 拿下朱古力來 他會這樣想像 如果你突然間 你去約他 你走去 忘記了帶花 忘記了帶朱古力 很不開心 他會很不開心 容易受傷 你問他的時候 你見到他表情很不開心 你問他有什麼事 有什麼問題 他就說沒事沒事 其實他內心 因為他期待這些事情 是得不到的 他會出現這個 沉默地不開心 這種人 因為很多時候 會出現 在感情方面 他會出現很多的 所謂不如意的 失望 會失望 慢慢地 可能會出現 Nervous Breakdown 就是 我看到 還有會 情緒低落 某程度上 我們都 每個人都有機會 遇到 進入這樣的境界 就是Nature的境界 就是失望 很多時候 當失戀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病人 遇到失戀的初期 很多時候 我會用這個尿劑 去幫他解解結 原來也有得意的 很辛苦 當然時間也會解決 但有些人 遲遲都過不了那個關 很不開心 吃不到東西 可能失眠 有人消瘦 不想吃東西 這種人 我們遇到這種情況 我通常會用 Ignatia 幫他處理當時的狀態 那些人 通常 你看看 相 通常五官 比較尖銷 是的 很多時候 簡單來看 我可以形容 一個 stereotype 就是法國的女生 哦 法國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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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送果這種型的人 你可以想到 是一個法國的女生 瘋瘦瘦 臉型的 尖尖尖尖 但是這個 很Edgy 是的 很難 有時候很難學習的 很容易 很緊張 很擔心 很擔心 很耐性 所以你跟她 建立任何的 跟她拍拖也好 你就心理有準備了 她覺得時候 會不開心 會覺得很擔心 就是差不多是她們 常遇到的行為 常遇到的 當然 那些人不開心的時候 就會 將東西藏在裡面 是 不出聲 曲到自己哭 但是哭 她就不會在你面前哭 有時候你問她什麼事 她會不開心 不開心 但她通常 躲在一角去哭 因為她情緒 曲得很厲害 所以她哭的形態 就不是一種 鬆 慢慢流露 是鬆 是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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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憂鬱 很憂鬱 你去安慰她 她就不喜歡 總之不要理我了 這樣 躲在這裡 是鬆 因為她們經常 在心目中 有很多要求 達不到 她經常覺得 一條氣很不順 有時候 你會發現 她經常在暗中 在那裡吐大氣 是 雙春悲秋 是 在那裡吐大氣 是 所以 這些人很多時候 經常都會遇到 情緒上的 所謂的創傷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這些女權分子 很多時候 是這種形容的人 OK 她可能在情緒上 在情感上 在男女關係上 出現過問題 於是 她將她的精力 投入在 那個女權運動方面 工作 或者有時候 成為一個 Lesbian 有時候 會看到這些情況 會出現 好了 這些人 其實 在男女關係中 她最害怕 自己失控 自己情緒 失控 失控 Losing Control 我和你大家都 聊過 蓋型的人 需要一個 很整齊 很有秩序的環境 蓋型的人 肥肥白白 泡泡 怕濕濕 那些人 容易水腫 她也怕失控 但她怕失控 失控的原因 有些不同 因為 蓋型的人 她怕會出現 是慢跳私理 做事要很整齊 很整齊 好整齊 她怕不通 來不及做 便不及做 擁有其他 但肯定的一個 害怕 她自己控制 自己不動的情緒 她可能覺得 太愛過那個人 就失去了自己 她便很害怕 當一些人的情緒出現問題 身體的反應 通常出現 例如spasm,就是抽縮,喉嚨就像抽縮,像一塊屁股 或者胃、腹部,有一種抽痛的感覺 所以這些症狀,我們稱之為Psychosomatic 身體的反應,情緒反應,通常出現spasm 或者肛門可能會收緊,大便時,之後會很痛 有些女性較嚴重,因為情緒的創傷,導致她驚奇都沒有 連驚奇都收了,突然出現了牌經過,停頓了幾年 三、四年都會有,因為失戀,這些問題 當然,這些人通常是很勤力的,Hard Driving, Workaholic 因為她需要這樣做得很好,她做事做得很極端 譬如打字也好,打一打,你發現錯之後,她重新來過 當然,今時今日的問題不需要,現在已經改變了 早期如果真的打字,整張字打完打就錯了 錯了,整張就撕掉了,畫得一樣 如果她畫了一些東西,畫得不容易,她就整張重頭畫過 所以她經常會出現很緊張的,因為她的要求也很高 在一個婚姻裏面,很多時候她可能因為小小事 發現那個伴侶、老公打鼻寒打得很厲害 那就忍受不了,忍受不了,導致離婚得好 所以這種人通常是很critical的,也很judgmental 會很多時候去找些錯處,有些什麼地方去找些錯處 如果她去到一間學校裏面,她會覺得這間學校 譬如她去脊骨神經科醫學院讀書的時候 她會看到一些先生,看到周圍的東西,總是不順眼的 很多批評會出現的 因為她的主要原因是一個要求很高 她要她去讀自然療法,想成為一個自然療法醫生 她入了一間學校,發現那個人 咦,她來吃煙的,喝咖啡的 哇,有沒有搞錯? 自然療法的醫生,學生應該是吃素的 應該是做了斷食,一個人類的 她會覺得很失望 好,很失望 好 還有,她有很多東西是收收起來 她有什麼事不開心的時候 不說 不說出來 好了,也會是身體的語言狀態 即是收起來收起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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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到一爆 就出現一個hysterical的反應 所以,Ignatia,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那些人是變得很快的 一會兒很開心,一會兒就很不開心 發生出來 所以她的情緒 波動很大 波動很大,會轉得很大 當然,她的底子女 她的要求是很完美的 所以,她不能夠有任何瑕疵 她很容易是看人 她很注重一些人,有沒有小瑕疵 嗯,很辛苦 對,很辛苦 你跟她拍拖,可能也很辛苦 如果兩個人是Ignatia 如果男還是女 這個關係就更加難搞了 很拆出火花 更加難搞了 那譬如,有個例子 這個是真事來的 那譬如,有個學生 有個學生 就去那個homey prep 去看診 她說,我現在婚姻很不開心 你問她,為何不開心呢? 她說,我老公好像認識了另一個女生 我問她,為何會這樣? 怪不得 為何會這樣? 她說,因為我都是我不好的 我也跟她老公說 如果你真的需要其他伴侶 我都無所謂 你都可以 我們開放的關係 可以嗎? 可以 可以看一些書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關係 她跟她老公說了 老公聽她的話,又認識另一個女生 真是她死定了 很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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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她的身體語言 她的身體語言 有很多這種觸心 像眼眉跳 眼眉跳 眼眉跳 或者手經常撕下東西 撕下指甲 撕下皮 這些情況 很容易很容易出現 在這些人身上 很不妙 很不妙 有很多不開心的事 她就會記很久 是 當然 英國人很怕聽到壞消息 很怕受驚 突然之間有一個不好消息 突然之間有一個很嚴重的頭痛 那這種頭痛很低 有時候好像有眼釘 是轉入她的身體 或者在鼻樑上 那種痛 微心 好像有些東西是轉進去 有時候你發現一種這樣的症狀 你可以考慮是英國人的症狀 有些小症狀 有時候你紮罵了她之後 她會發揚 會出現症狀 抽筋 那這種情況之下 你都考慮 可能是英國人的症狀 或者因為她不開心 就經常失眠 英國人因為很敏感 所以她經常不能聞煙 如果在那間房間有人吸煙 她會很反感 是 她很受不了 會大麻 因為她的神經系統很緊張 對於味道很敏感 對於味道很敏感 你塗過那些什麼的 那些濾液也好 她已經能聞到 你塗過的人 完全不知道 但是英國人的鼻子很敏感 她會覺得 咦?你塗過這些 我出了很難聞的 很受不了 因為她太敏感 英國人有時候 食物方面她喜歡吃起司 有很多時候她可能不喜歡吃水果 總之是比較簡忍實吃 她的愛恨是很分明 很分明 這種人愛恨很分明 她喜歡的人可以很喜歡 因為不喜歡的時候 什麼原因都好 她就是很清晰 當然這些人有很多矛盾 矛盾方面 有時候她就矛盾 就是她可能想依賴你 或者是獨立 她有這種鬥爭 或者是一個事業和家庭 她又想有一個好的事業 但有時候又想好一個家庭 很多時候 英國人會處於這個矛盾方面 很難平衡 當一個人 或者是扔煲 扔煲很多時候 她的精神狀態 是在這個境界 和她好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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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會她 一會兒離開 又很想念這個人 是 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遇到這些情況 當她剛剛扔煲 沒有多久 過去也有很多遇到病人 在這種狀態 傷心的狀態 來看病 我通常會考慮 用Ignatia這個証言 是 如果你看那個人 那個樣子 是尖尖尖尖尖 如果你多問幾句 你真的看到她 全身女性火型 很茎 那麼基本上 你的療系很快 會把他解掉 解掉的結 這就是Ignatia Ignatia 是個很突然 很特別的症狀 這是很多時候 他出現身體的症狀 這是很極端的 可以混亂 很抵峙的 很 links 譬如有些人,他的关节已经肿了,又红又肿了 但这些人,一般的情况,如果关节又红又肿 你通常不可以捏它,不可以握它 是 Innature 并不是 你带你去捏它,带你去 massage 它 按摩会比较舒服 是 很特别 跟一般人的反应是一般人的相反 譬如有些人喉咙痛 这些喉咙痛,有些人会想起来,喝点热水,洗一下它 会舒服一点 但对Innature 的人,就觉得是不舒服的 再吃些垃圾食物,征服,他又觉得舒服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Innature 的症状 他发现,他的症状的反应是往往跟一般人相反的 这个就是Innature 的状态 就是这样的,气施抵理 这个也是他们通常出现在Innature 的身上 Innature 还有一件事 他很快就被困 他有时那份工,他怕着 那份工不错,不过很困身 这个婚姻不错,我很怕很困身 本来已经是很多不断的矛盾 在他发现他身上的那方面 所以Innature 的状态 是他有些conflict,有些矛盾 他企图想办法解决他 当他身体有任何不适时 往往他身体的表现,病症是一种 一种抽痛的感觉 有他痔瘡那种痛,问他如何痛 抽痛的感觉 很多时候,这个情绪的状态 是出现Innature 的人身上的 悲惊症之类 好了,这是我们的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profile Innature 通常会出现什么病 我曾经提及 Innature 因为情绪的悲哀 会导致他停经 所以有时遇到那些年轻的女孩 她的主数就说 我既然一段时间没有来 你问他发生什么事 然后发现,因为他跟男朋友分手 自此之后,他就停经了 也有时,有些人情绪低落 我遇到一个小女孩 她是瑞士人 她是家里的朋友 她们每年都回香港度假 成家人 爸爸是一个西医 一个心脏方专家 成家人每年都回香港度假 有次她回香港的时候 其中一个女孩出现一个情绪问题 情绪低落 她来我的诊所找我帮忙 我便问她,发生什么事 原来这个女孩平时是一个完美主义 她做什么都要第一 读书又要第一 学什么都要第一 肿都很投入,很厉害 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呢? 原来有一次她是跳巴黎舞,学巴黎舞 她的老师有一次就跟她这样说 她说,威威,你听你 你这么肥的? 跳巴黎舞怎么可以这么肥的? 我听到这句话之后 她整个人就离开了 就迷惊我了 就不想吃了 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 我从这个症状 最后知道 这个症状很清晰的 是一个女送果的症状 于是我就给了一剂 然后疗剂给她 一剂很高分能的疗剂 一剂之后她就好了 她每年回来香港很感谢我 你的同类疗法真的很厉害 很有效 因为很明显 她爸爸来医生 什么医生都看过 都帮不了她 都帮不了她 结果一剂的症状 一剂就搞定了她 很多时候我会出现 遇到这些情况 比如小孩抽筋 为什么抽筋呢? 当你扎骂她的时候 她是一个很紧张 很完美主义的小孩 被扎骂之后 她就抽筋了 我会考虑用这个 Ignatia 这样的症状 有些睡不着觉也好 或者失戀 我最常用的是 当人初初失戀 初初break up 那时候 他就哭又哭又好 又sorbing 然后很多conflict 很多矛盾 然后回去好 又不回去好 这些情况之下 我就会用在Ignatia 当然我曾经提及 如果有厌食症 或者厌食症 或者狂食症 如果属于这类型的人 的厌食症 和狂食症 我亦都会用这个方法 是 通常这些人的病因 就是因为失戀 或者受惊 或者jealous 因为jealous的因素 毒忌 出现身体上的症状 在Ignatia 很多时候 是用在这方面 是很好用的 嗯 也有一个阵型 很有趣的 有些人 耳朵 就常常痕 是 他耳朵 当然 主要原因就是 人们喜欢清洁耳朵 用棉花棒清 我经常都解释 你千万不要清身体的恐毒 因为身体所有恐毒 基本上是自己清洁自己的 OK 所以 不需要用棉花棒 洗完凉之后 用棉花棒去索 嗯 有些人做了这个习惯之后 就常常都脱不住 是 但是真的很痕 我记得有个案子 也是这样的 他也是一位时装设计家 是 都妥有名气 是 他有这个证言 结果我都用Ignatia 这方面 慢慢 慢慢 当然要求他不要再拿延返回 刀耳朵 是 很快 他慢慢这个问题 就控制了 嗯 他也是一个做事很紧张 很完美主义 很多时候 这方面 艺术方面的人 很多时候 是出现这些Ignatia 正形这方面的人 OK 好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或者我们下次再请袁医生和我们讲解 最近很多问题 是啊 没错 我们听众的问题越来越多 嗯 我都会好一点 整理一下 有些问题 譬如其中有个问题 是关于那个 牛皮线 牛皮线 还有一个是便秘 乙明 乙明 其实呢 脂漏性的皮肤炎 是啊 脂肪肝 有很多问题问医生 我都希望 就是 从这个问题那方面 我就会详细一点 和大家分析一下 嗯 就是这类的情况是如何去处理的 OK 好 那我们就 好了 下次吧 是的 在网上 再大家 再解答那些问题 好了 我们今集又要say goodbye 下次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首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腸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